后车窗玻璃被砸 车内丢失万元名酒 后备箱玻璃被人砸了 然后后备箱中的两箱茅台酒被盗窃 警方展开调查 视频中发现嫌犯身影 咱们同志通过对现场周边这个视频的扩展 然后捕捉到一个嫌疑 车内丢失的名酒 北方警示即将不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家住沈阳市和平区 长白西路附近的赵先生怎么都没想到 这头天晚上把车停在自家楼下 可早上起来一看 后车窗的玻璃竟然让人给砸了 这让他感到心痛的是 原本放在车里的两箱茅台酒没了 赵先生当时心里就犯了嘀咕 说 我是得罪什么人了吗 被谁给盯上了吗 为啥车里别的东西都没丢 唯独最值钱的两箱茅台酒不见了呢 于是他立刻选择了报警 在这个2022年5月16日 这个早上我们接到一警 有一报警人说 他在这个丰田裤子的后备箱 剥离被人砸了 然后后备箱中的两箱茅台酒被盗窃 接到警警后 和平区长牌派出所的办案民警 立即赶赴案发现场 到案发现场之后 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这个现场勘查 由于呢 他停的地方相对来说 比较偏 在这个马路边的俯路上 然后咱们同志呢 通过现场工作呢 现场是没发现什么 有效的这个痕迹故障 警方分析 由于赵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 相对比较偏僻 再加上车内存放大量的物品 所以他的这辆车让人给瞄上了 初步勘查呢 发现这个后备箱的玻璃 是被整扇砸掉了 然后通过看这个被砸掉的 这个玻璃的这个边缘 他能看到是应该是被这种 钢竹之类的这个 硬物砸碎的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典型的砸车盗窃案件 至于窃贼为什么只盗走了车内的两厢名酒 警方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他可能没有进行翻动的这个可能性 咱们也不排除 是怕周围有人看见之类的这个可能 通过现场勘查 警方初步得出一个结论 这起案件极有可能是一名 流窜作案的嫌疑人所为 也就是说呢 窃贼在此路过时 发现赵先生的车内有物品 于是呢 就来了个顺手牵羊 用弹弓类的物品击碎车辆的后挡方玻璃 进而迅速地盗走了车上的两厢茅台酒 那么针对这起盗窃案件 和平警方又是如何展开侦破工作的呢 因为这个人可能是存在流窜作案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方向呢 是建立在这个视频资料调取的基础上 随后警方立即查找案发周边的视频资料 以此展开案件的侦破工作 从这个现场看是没有视频能直接照到的 然后咱们同志呢 通过对现场周边这个视频的扩展 然后呢捕捉到一个嫌疑来 由于案发的中心现场附近没有视频探头 警方立即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 而就在距离案发中心现场不远处 其中一个视频探头记录下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我们在视频的远端看到了有一个人 因为时间比较晚嘛 是在凌晨凌晨三时许 有一个人骑着一个电动车 然后这个迅速地在这个视频中消失了 正常来说凌晨三点左右正是人们酣睡的时候 那这个人为什么还在马路上骑行呢 于是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发现他身影之后 进一步地对这个视频进行追踪 一路追踪到了嫌疑人的落脚地 一路一直追踪追踪到北战附近 而在视频追踪的过程中 警方调取到了一段重要的视频资料 初步确定了该人就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因为在视频影像中 已经能明显地看到他 就是在他的这个身边已经有这个藏物了 包括他转移住所 这个情况都有 发现了嫌疑人 这个手提两项这个茅台酒的这个 视频资料 然后确定了嫌疑人这个具体 藏匿的位置 经过细致的工作 警方最终确定了嫌疑人为牛某 藏匿的地点为 沈河区哈尔滨路一公寓内 5月17号 警方组织精干警力 对嫌疑人牛某展开了抓捕行动 抓获以后我们在现场 展开了搜查以及图人 现场搜查就已经发现了他的作案工具 弹工具 钢柱 在这些证据面前 嫌疑人供人不回 直接交代了犯罪行为 问的嫌疑人交代 他一开始流窜到长白附近 然后通过随身携带的手电棒 对车内停放在路边的车内 进行看 看到车内有物品的 他就实施了道歉 原来嫌疑人牛某因为手头截居 便打起了砸车盗窃的主意 他流窜到长白地区后 建停在路边的一辆丰田库鲁泽越野车里 放置了很多物品便下了手 他就用随身携带的钢柱和弹拱 把后备箱的车玻璃砸碎 然后通过把玻璃推开 这个缝隙 就把这两箱酒淋了出来 犯罪嫌疑人牛某压根就没有想到 车里还有两箱茅台酒 当时别的东西也顾不上拿 抱着两箱茅台酒就跑了 作为他一个人来讲的话 他如果拿得太多 第一不方便 第二个也太暴露了 他认为这两箱酒 在这个车内的物品价值还是比较高 因为是两箱茅台 他把这个两箱茅台酒 已经在这个落脚点 附近的一个压酒店销涨了 获得了账款28500元 至此 这起发生在长白地区的杂车盗窃案件 被和平警方成功告破 目前犯罪嫌疑人牛某因涉嫌盗窃犯罪 已经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依法给予刑事拘留 被盗物品已被警方全部追回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搭乘地铁遗失万元现象 当时我没发现 我就走了 走了出去以后 到了那个药店 我去看药的时候 需要交款 不愿意想想 那包里头我还有个一包卡 焦急万分 警方帮助寻找 他发现了这个 遗落在这个 四先生的这个红色的包装弹 然后呢 他就随即 他想把这个包装弹呢 就装进了这里 学习搭的一个方向背包里 失而复得的万元现金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 葛洪牌 桂龙药膏 带带肖 背背传 肖当仙 有景色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人们常说世上没有后悔药 可是近日呢 家住沈阳市浑南新区的四大爷 别提有多后悔 一说起这件事 就让四大爷直拍大腿 那么在四大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来今年64岁的四大爷只是乘坐了一次地铁 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红色手提袋 一落在车厢那 手提袋内有13000多元的现金 以及房产证 户口本 身份证 医保卡等证件 所以四大爷当时彻底蒙了 四大爷乘坐的地铁二号线在世纪大厦站上了车 见地铁车厢内人不多 还有空余的座位他便坐了下来 坐这个地铁 坐这个地铁二号线在世纪大厦站上了车 三点钟上坐完到这个扎灯馆下车了 下车正好就是说突然间到站了 我起身就走了 由于下车太过匆忙 四大爷完全没有留意到 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红色手提袋 此时还在座位上 当时我没发觉 我就走了 走了出去以后到了那个药店 我去开药的时候需要交款了 胡言一下想起来 那包里头我还有个一包卡 一包卡没有 四大爷很快回想起来 那个红色手提袋 应该被他遗落在了地铁的座位上 这可把他急坏了 因为他刚刚办完房产的事情 袋里不光有一万多元的现金 身份证 户口本 房产证 甚至结婚证都在里边 我这就连忙反过来 我就上那个地铁口 先找到保安 保安给我联系一下各站 看看有没有捡到 有没有交上来 他告诉我没有 又找到事物造领处 事物造领处说也没有 这下我就有点懵了 后来他给我提议一下啥呢 你报警吧 此时距离四大爷 一落手提袋的时间 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 如果有人捡到这个手提袋 上交给地铁站的工作人员 也应该有了结果了 但是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于是心急如焚的四大爷 在地铁站安保人员的提醒下 立即拨打了报警求助电话 我们在2022年的6月29号晚间5点05分接到这个110报警 报警人呢是一位老大爷姓斯 然后他是报警称在坐地铁二线到工艺展览馆地铁站下车的时候 在车厢里呢自己遗失了一个随身携带一个红袋子 然后他自称呢这个红袋子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现金 还有包括非常重要的房产证 契税证 包括结婚证等等证件 当时呢他这个从他这个语速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着急 见四大爷询悟心切 警方立即决定 与其约定见面地点再进一步了解详情 经过了解之后呢他是在市地大厦站乘坐地铁二线到工艺展览馆站下车 然后下车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红色随身携带的一个袋 就一落在这个他坐的那个地铁车厢上了在座位上 得知这一情况后办案民警立即开展了工作 最开始呢我们首先是详细的询问了这个报警人呢乘坐的是哪趟地铁 然后上那个我们现场地铁站呢去确认了这趟这车的车次 以及他下车的车门 然后我们通过查看这个车厢视频呢 确定了这个报警人司先生呢 确定是携带了一个红色的这个一个小包装袋 为了弄清四大爷一落在车厢内这个手提袋去向 警方马上调取了车厢内的视频资料 通过查看这个车厢视频呢 发现了在他下车的时候有一位迎面来上车的一个女乘客呢 就坐在了司先生下车的这个座位上 而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女乘客的一个细微动作 立即引起了警方注意 发现这个乘客呢 发现这个乘客呢 刚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呢 他发现了这个 遗落在这个四厢厢的这个红色的小包装袋 然后呢 他就随即 他把这个包装袋呢 就装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双进背包里 警方在确定了这个红色手提袋 被这个女乘客拿走后 马上对这名女乘客的身份信息展开了调查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查看这个车厢视频呢 锁定了这位女乘客呢 是在我们地铁二号线的三台子站下车了 随即呢 我们又通过这个调取三台子站的刷卡 这个出站视频以及它的刷卡记录 得知呢 这个是一位老年人乘客 女性乘客 然后我们随即呢 通过这个我们的地铁安保部门呢 和我们的圣经通工作 我们随后确定了这位捡走这个 这个四先生这个包裹的这个女乘客的个人信息 那么 在确定了这名女乘客的个人信息后 四先生遗落在地铁车厢内的这些现金和证件 他能否如数归还呢 警方